The perfect summer is over in a flash and you're on your way Somebody in the air is open for tonight 我們今天要前往南投仁愛鄉三菱好時光路營區 那這個營區我們很早之前就已經訂了期待已久 那我們沿著國道3號在銜接到國道6號 在補理下交流到之後再沿著台詞釋線 那你已經看到現在這個路口右轉 就可以到達露營區囉 上山啊什麼狀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朋友我們今天再度的夜沖久圍的南投 我們今天來到南投仁愛鄉的山林好時光路營區 那這個露營區呢 已經之前有延過一次了 原本是5月要來 那我們這是7月來 7月來恰恰好 因為這邊屬於高海拔 那特別是在這個天氣之下 感覺一上來一下車就覺得一股涼意啊 真是不錯啊 夏天呢就是要來這種高海拔的地方露營喔 我們現在已經setting的好差不多了 帶大家來看一下我們今天晚上的一個簡單的配置 我們這一次呢一樣再度出動了Nature Hike的雲界窮頂帳篷 樹搭帳篷 那我們現在已經都setting好了 我們今天下午就已經沖來了 那沖到這邊就變成夜沖 因為南投比較遠 開了整整3個小時的車 然後先去埔里補給了一下囉 晚上呢就吃在埔里市區買的梨田鹹酥雞 還不錯 太太已經準備開吃了 太太今天坐車坐的有點傻 再加上最後一段路就上來了 溫溫溫溫的非常辛苦 已經有點太餓了 太餓了 好像有雲車 小鈴汁小檸檬呢也來了 那小鈴汁呢晚上要吃她最愛的雞翅 來小鈴汁好吃嗎 這是銀絲絕加雞翅對不對 今天是來到這邊的第二天早上 這邊真的是高海拔 早上起來還是有點 昨天睡覺的時候已經到達了18度了 早上起床呢雖然太陽很大 但是還是很涼喔 那現在白天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搭帳的狀況 現在白天可以很明顯看到 我們今天是搭在海景第二排的這個區域 然後我們搭在最裡面 因為我們是車路 就是搭在這個旁邊 然後車停在這個草皮的旁邊 來把我們的客廳罩搭起來囉 我們身後的這個美景 這邊就是300好時光的一個 最早拍的 最讓人看到會放鬆的一個美景喔 我們今天再跟大家 好好慢慢的來介紹這個景區囉 太太完成了今天的早餐 那太太今天煮了什麼 上等的早餐呢 因為林先生一直說每次都是減炭 這次換奶油鮮奶歐姆蛋 對!好好吃喔 對!姐姐有幫忙喔 這是奶油歐姆蛋就對了 對!奶油鮮奶歐姆蛋 這就是奶油歐姆蛋 你要加奶油還有鮮奶 鮮奶 不就搭配後面的美景 小林姿你看後面的美景 對!我們今天在哪個露營區呢 山燈 花 耶!好玩吧 媽媽說說話 媽媽說說話 來媽媽說說話 奶油歐姆蛋成功 對! 好!我們今天在哪個露營區呢 山燈 哈石 光 我還在動作喔 爸爸的 很好吃喔 爸爸來吃一口吧 爸爸來吃一口吧 現在要來去拿冰淇淋 那因為我們搭在這一區 最裡面的位置 所以我們就要走到最裡面 因為它的冰箱呢 就在衛浴區 那我們現在就要去拿 小林姿他們的冰淇淋 拿去冷凍庫冰箱呢 那我們順便看一下 它的衛浴區 跟冰箱 我們就走這個斜坡上去 上去 今天我爸是從這裡下來了 你爸是從這邊下來的 入口在前面 這邊就是它的冰箱 在小房間裡面有冷藏冷凍 我們來看一下小林姿他們的 在這裡 兩隻寶寶都在吃冰淇淋喔 小林姿吃的是什麼口味 小林姿 而且檸檬呢 巧克力 巧克力口味 巧克力牛奶 巧克力牛奶 好 趕快吃一吃 我們慢慢走回去吧 我在玩黏土 Action Action 現在我們在玩黏土 現在我們在玩黏土 那你要做些什麼作品呢 我有做一個小試試 這個叫做青黏土 爸爸昨天買的 很適合露營時候給你們玩 打發時間用 是不是好玩嗎小林姿 喜歡這個黏土嗎 那你要做一些作品啊 給爸爸看啊 那這個廠沒享用 可以看到我們的今天客廳 這樣的配置又是非常的簡易 一張桌子 一個沙發椅 兩張椅子 再搭配上冰箱 還有這個Nature Hike的櫥櫃 這高海拔露營呢 就是非常的涼爽 所以夏天呢 必須一定要來訂個高海拔 那這邊就是飆高 1300公尺的山林好時光 這邊只要沒有太陽啊 吹過來風啊 都是涼涼的喔 很舒服 就像秋天一樣 現在寶寶呢 正中午呢 來到了他們的遊戲區 那他們遊戲區有一個 盪修千溜滑梯 然後前方還有一個沙坑 那太太在前面納涼 這隻寶寶玩得很開心 小檸檬跟小檸檬 現在正在玩溜滑梯 現在時間是12點多 竟然正中午來這邊玩溜滑梯 熱食寶寶了 現在媽媽要回去煮麵了 順便測試一下我這個 五十三百的遠拍的能力 五十三百就是不一樣 歡迎我們的五十三百 加入我們的拍攝的行列 順便看到太太已經在準備 我們的食材 今天中午吃牛肉麵跟水餃 有啊 溜下來啦 好 用滑梯 今天午餐又是非常簡單的 來自Costco的紅龍牛肉麵 開台又煮好啦 那這一道菜呢 主要是要給寶寶們吃的 因為他們喜歡吃這個麵麵 那我們兩個大人呢 就吃水餃 已經煮好了 又是水餃 其實我們路易就是最喜歡 煮這種很簡單的東西 一下就可以吃了 而且就可以吃得飽 而且又不會太麻煩 現在小檸檬呢 就在吃我們的紅龍牛肉麵 小檸檬好不好吃 好吃啊 好吃啊 最喜歡吃麵麵啊 對不對 那肉肉也要吃喔 可以配牛肉湯加水餃 好讚的牛肉湯喔 太太果然不愧是我們的一代大廚啊 沒有 就加熱 嘿嘿嘿嘿 你幹嘛要說破呢 我正想要 我正想要好好誇獎你一番的 雖然加熱 你那個熱呢 也要敲到好處才能熱的好吃啊 雖然加熱 我太太不愧是加熱高手 多理事啊 我們今天非常地 去耳的午餐 搭配著 三年好食官的三級 我們隔壁的路友們 也陸陸續續要到位了 開始搭帳篷了 那我們就在旁邊 很去耳的吃午餐先吧 對 還好菜會很大 因為他們那個熱暈嘛 對 幸好這邊的風還是涼的 對 搭起來相對輕鬆 風還是算涼的 風吹的還是算涼 是的 好 開吃 兩隻寶寶睡完午覺 正在玩我們的泡泡 昨天買的 老婆阿嬤小鈴之 那小檸檬啦 小檸檬啦 小檸檬 好玩嗎 小檸檬 好玩嗎 好 小檸檬 我是小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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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在哪裡呢 我們今天在南投仁愛鄉的 山林好食官 路由車車下來之後 開下來之後 看到這個扛棒呢 就聯絡銀主 記得在這邊等銀主來代位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大門口 有一條岔路 左邊就是銀主的家 那銀位呢 就是要從右邊這條岔路 往下走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銀區囉 那這個銀區非常簡單 總共三層 從這個位置看下去呢 就是可以看到我們一二三 離我們最近的這個就是 遊戲區 還有XIAC區第二層 第一層叫ROBO區 現在就是我所在的位置 這邊的海拔高達一三一四喔 就這樣喔 介紹完了喔 原地解散 我咖啡都還沒喝完耶 好 走 我們現在帶大家去看一下銀區的樣子囉 下來第一區呢 為什麼會帶著咖啡 這銀區非常迷你 一杯咖啡的時間就可以介紹完了 下來之後遇到第一個岔路 第一個岔路 是哪裡 兒童遊戲區 這個兒童遊戲區呢 是貼心銀主在今年才剛建置的喔 是去年好像都沒有的喔 因為這個銀區其實主打就是view啦 對 其實它就是給你來放空的 它原本不是親子銀區的 對 再加上了這個流滑梯 變成親子銀區 加放空銀區 親子放空銀區 小孩放電帶人放空 完全曉得我們現在路由的需求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遊戲區 有些什麼 果然是新的耶 還蠻新的感覺 來 再給你鍛鍊一下 來 姐姐拉一下 可以鍛鍊一下對不對 對 我記得 好 姐姐鍛鍊一下 這邊還有一個流滑梯 前面還有一個沙坑 小鈴之想要來給大家示範一下這個沙坑 其實這沙坑的沙看起來還蠻細耶 對啊 還不錯 這沙坑的沙很細緻耶 這就是沙坑 還不錯 搭配上了溜滑梯跟盪修籤 對啊 溜滑梯還蠻可愛的 然後就是一個完整的遊戲區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小小塊的草皮 可以讓你奔跑打羽毛球 遊戲區也是這三層淫味的一個制高點 從這邊看下去就可以看到 肉博區跟西亞克區 還不錯喔 今天滿帳 那我們看到那個西亞克區就海景第二層 我們就在這邊介紹吧 我們也沒有誠意 可是這名區很迷你啊 就是讓你放空的啊 我們今天就給我老婆偷籃一下 就是肉博區呢 就是真的是海景第一排 無邊境 沒有這個籃框 所以覺得一開始大陣的規劃 不是親子營區 一般想要放空的大人們 然後來這邊露營 所以他沒有做這個 那所以有小小海人 建議還是到第二層西亞克區 貼心的營主呢就是為大家做了一個 我覺得很棒很貼心的事情 就是減帳 第一層的肉博區呢 其實可以12帳喔 但是他減帳減到10帳 讓大家有一個更寬敞的空間 可以能夠露營這樣子 第二層呢就是西亞克區 原本是8帳 減帳減到6帳 我覺得這都是營主 為大家做一些貼心的舉動 推推 而且營主呢是一個非常有溫度的一個人 因為他第一層的肉博區 就是用他奶奶的名字 來取的 那第二層就是他爺爺的名字 第一層奶奶 第二層爺爺 OK 你看他知道奶奶可能最喜歡看view 所以給奶奶海景低排 山景低排 真的不錯啊 一望無盡 今天一區就是要就到這邊喔 那我們先來再看一下他們的廁所 我們就趕快去救我們的設備 那我們看到這邊呢就是 共用的一個淋浴空間 那淋浴空間有限時喔 應該只有5點啦 5點或6點之類的 開始會有熱水供應 但到晚上幾點就沒有熱水了呢 10點 所以大家要記得 5點到10點或是6點到10點 這個時間要洗澡喔 要抓緊時間 好我們看一下這邊是男生洗手間 男生的淋浴空間比較小間耶 所以昨天都有人到女生那邊洗 其實也沒有特別的分啦我覺得就是 因為要洗小孩還是要大一點一點 男生比較小間 張開靜近的 但是沒有附母乳洗髮精喔 這邊吹風機 對 喔 好 還是對女生比較友善啦 女生的洗手間比較大 女生洗手間的配置 女生洗手間真的很大 對 女生相對的大 可以洗小孩比較方便 然後上面有成家 這邊也有一個擺東西的 這門對面也有掛鉤 對 那邊 女生五間 男生好像三四間吧 然後這邊有兩個 兩個冰箱 冷凍冷藏 下面還有兩間小屋 一間左邊這間是男生廁所 右邊這間是女生廁所 那我們來看一下男生廁所 然後這邊是男生廁所 有兩個小便斗 然後洗手槽 然後三間都是做事的碼頭 我們大概看一下 做事碼頭 很乾乾淨淨的 好可怕 那麼快 待會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外面一复,晚上热的晚餐时光又到了 太太又在煮她的拿丑好菜 丝瓜 来自她婆婆的传承 虾下已经驾心就手 性首年来了 每次煮一定成功 噢噢噢噢!!! 剛剛來了一陣怪風 完全不影響我老婆煮絲瓜的心情 嚇到失手手 今天天氣明顯比昨天還冷 然後風又大 好險我昨天四根丁都下好下滿 想不到我們在高海拔 散心的正夏天 我現在全身都發冷了 天氣不是很好 剛剛突然來了一陣大雨 我老婆還是很艱辛的吧 我們的今天晚餐煮完了 好 今天晚餐是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晚餐有哪些東西 都是來自全聯喔 全聯的五股牛小排 雞翅 十三香雞翅 跟草絲瓜 我們還是得吃個飽 心情就會好 要不然我們開吃吧 寶寶肚子餓了 寶寶想要吃雞翅 好 開吃 剛剛的一陣大雨損失了一個鏡頭 但我們還是得來看一下大雨過後的夜晚 霧茫茫的一片 真的是高山的氣候變化莫測 變化之快 完全想不到說大雨瞬間 五秒鐘雨就下下來了 現在晚上非常的非常的冷 連電風箱都不用開了 還要穿外套 好 我們準備來吃晚餐 吃完之後應該就可以忘記剛剛那個不開心了 這個營區另外一個特色 晚上也是有夜景可以看的 晚上看的夜景是對面山頭的親近 可以看得到對面那個山頭燈光閃閃 這一看就知道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 那就是我們親近的那個區域 剛好可以測試一下 我們夜間透過我們這顆五十三百 看看對面親近的一個狀況 好不好 好 我現在拉到底 好 現在已經是三百端了 三百端來看看 親近 很漂亮 很熱鬧 我也好久 好一段時間沒有去親近了 看起來應該也要再少時間去走走囉 晚上開台很辛苦了 在這個洗手槽洗完 今天晚上煮了一頓大餐 那我們這邊這個飲味呢 是每一張都有一個專屬的洗手台 所以洗起來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很辛苦 今天又是最後一天了 最後一天早餐一樣是個炒蛋 跟昨天差不多 再搭配上一個咖啡 三合一咖啡 然後加個吐司 基本上兩天早餐是一樣的 但就是方便簡單 小檸檬也在喝飲料 今天天氣又非常好 收藏日的天氣總是非常好 那今天的風景一樣是非常的漂亮喔 這邊是南投仁愛鄉的三年好時光 收藏日大家要早上呢 趕緊的吃完早餐路路續續的要收藏喔 我猛猛妳呢妳在幹嘛 妳在喝飲料 這麼早就喝飲料喔 我們今天又收完帳啦 有時收藏日啊 而且我們來到了久違的南投 我們今年的第一次到南投喔 已經6月份了 我們今天才第一次又來訪的南投 現在是7月份了 7月份喔 好現在已經7月份了 我們終於又來到了南投 那我們這次精挑細選的南投仁愛鄉 就在清淨的正對面的山林好時光錄影區 對面就是清淨 對面的那個山頭喔 清淨喔非常的漂亮 那會來這邊呢 最主要的原因呢 因為夏天到了嘛 那這邊又是一個高海拔 這邊啊 海拔呢高達了一三一四 一升一四的公尺的這個海拔 果然我們來到這邊都覺得 我跟我老婆會在一起一升一四 所以呢我覺得這營區就是主打的 就是高海拔 夏天來這邊就是晚上真的會冷 對晚上會冷耶 對啊而且正7月喔大夏天的 我們來到這邊 晚上真的是都要穿外套 要蓋後面被了 就差不多沒有帶羽絨外套來了 有有帶睡袋 羽絨的睡袋 對所以我覺得這邊真的是夏天必來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高海拔營區 而且它的view又非常的好 看過去有廣闊的山景 非常讚 那這家要上了這個營區呢 在營主的細心照料之下 雖然它營區不大就兩排 主要就是第一層跟第二層 那第一層的話就是我們這邊主打 無邊際海景 那因為我們有小小孩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第二層 因為第二層呢 有後面的這個護欄 所以相對的來說 對於小小孩會有一個比較 警惕效果 它就知道這邊有護欄 不可以再往前走 所以說我們就選了海景第二排 但是還是有無敵的view 因為我們這次是車路呢 那營主呢 就幫我們安排在最裡面 避免就是我們這車擋到別人的車 而且這邊的營味呢 在營主的堅持之下 不要讓路友們有一種擁擠的感覺 這兩層的區域呢 都有各自的撿了兩帳 讓大家有一個更舒適的環境 而且這個每一帳呢 都有一個洗手台 非常的讚 而且在今年呢 營主也增加了親子的遊戲區 有溜滑堤跟沙坑喔 真的很不錯 所以整體來說 進來這個營區呢 給人家的感覺是舒適的 唯一的缺點呢 就是因為是靠最邊邊 最裡面的這一帳 所以離那個預測有點遠 所以可能要稍微走一下 而且有一個小爬坡 洗澡的話要爬一個小爬坡 那整體來說就是還不錯啦 預測也是乾乾淨淨的 輕優輕優的 上來山路其實也有點小 有點陡 有幾段路確實是不好走 還是要吃駕駛的技術啦 對啦 而且我們又是開箱形車 更需要有一定的技術水準 才能安全的抵達 好啦 路友們要注意安全喔 畢竟是高海拔 所以相對的 山路也是比較偏遠 偏久 這個露營區還是推薦喔 因為 它的環境清優 舒適 view好 這次的露營的經驗呢 我覺得還不錯 銀竹也把就是 輕優 然後主打 view 然後主打 放空好chill的露營區 衍生為 去年多一個親子 溜滑梯沙坑 我覺得也不錯 讓有小小孩的人 也有地方放電 對大自當就這樣子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訂閱 點讚 大家分享開啟小鈴鐺 拜拜